好,在看完了生词段隘之后,下面来看一看44课课文部分。 这个44课课文比较有挑战,硬骨头,咱们把它啃一啃。 先来看第一段,咱们看第一句话,请看屏幕。 他上来先说,Custom has not commonly been regarded as a subject of great moments。 他说这个风俗,通常并没有被看作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这么一个课题。 这个Custom就风俗了,可以当可数名词,也可以当不可数,在这儿当不可数,泛指,风俗,可以的。 具体一种两种风俗就可数了。 Cormally 翻译成通常,最后这个of great moments,这是一个后置定语,修饰前面这个subject,翻译成至关重要的。 就类似于of great importance,但是它来得更为重视一些。 这里边有些表达,咱们来钻研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副词commonly。 commonly咱们一般不翻译成常见的,而一般翻译成通常或者广泛的。 它类似于咱们的副词usually或者witely。 咱们看一下例子,比如说,the disease is commonly known as medical disease. 这个例句咱们在新三册就见过。 当时是为了讲be known as,被称为是这个固定搭配。 这就好翻译了。 这种病怎么样呢? 通常被称为叫风牛病,就是medical disease,通常,相当于usually。 再看这个例子。 commonly used industrial chemical,这是一个得到了广泛使用的一种工业上的化学物质。 chemical当名是化学物质。 这个commonly,类似witely,所以一般翻译成通常地,或者是这个广泛地。 在本文中,翻译成通常地。 好了,后面be regarded as,这个不说了,被看作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什么呢? a subject,一个课题或者话题,怎么样? of great moment. 这个moment在这儿当然不能翻译成时刻。 它是表示,outstanding significance or value,或者是importance。 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有价值,非常的重大。 就类似于我们说的significance或者importance,重大或者重要。 而这尤其用于这个固定搭配叫of great importance。 它既可以放在名词后当后制定语,也可以放在必动词后当表语。 总之,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知道非常类似于我们说的of great importance这个搭配。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a discovery of great moment,就相当于a very significant,或者是a very, very important discovery。 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发现。 这个moment表示重要。 大家立刻可能能回忆起来,咱们讲过它的形容词形式,就是momentous。 它本身就表示重要的、重大的、关键性的,相当于咱们讲过的vital、crucial、key,或者是critical的,至关重要的、重大的。 这是第一句话。 所以再回顾一下,它说封锁通常并没有被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话题,这么一个课题。 后面第二句话说,那一般人认为什么呢? 第二句话接着说,它们认为什么重要呢? 看屏幕。 The inner workings of our own brains, we feel to be uniquely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but custom we have a way of thinking, is behavior at its most commonplace. 这个句子有点难度,不好理解。 那么注意,这里面这个we feel在这里绝对不是定语从句。 如果你把它看作是定语从句,你看到which we feel,那后面这个句子就没有畏语动词了,因为后面是to do,是非畏语。 所以在这里只能理解成,we feel是这个句子,当然是这个前半句来,因为but引导两个并列句嘛,but并列联词嘛。 那么前半句中主语就是we,we动词是feel,而这个在句首带下话线到黄颜色的。 The inner workings of our brains,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运作方式,是做feel的并语。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大脑的这个内部的运作方式怎么样呢? 后面那个to be uniquely worthy of investigation,这是并语不足语。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大脑的内部的运作方式是独一无二的,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这么一个话题。 这是这么一个结构。 在这里发现了并语前置,就是把并语整个放到了主语和卫语的前面去,放到句首来。 那么这种并语前置在英语中屡见不鲜,它的主要的目的一般来说是为了强调聚首的这个主语。 本文中也是强调嘛,我们认为什么重要呢? 我们自己大脑的内部运作方式,这才是唯一值得咱们仔细研究的这么一个话题。 所以这是并语前置,还原过来之后应该正常语是we feel, the inner workings of our own brains to be uniquely worthy of investigation,正常语序,是改变语序的。 你发现英语长谈剧中,看不明白,几乎有一半左右是因为语序发生变化。 这个在四册经过磨练练习之后,再看长谈剧就轻松多了。 养生的好习惯,熟能生巧吗? but 引出并列句,but 并列连词,这个转折关系。 但是怎么样?custom,说风俗,we have a way of thinking,这个两个多号之间带下号线的协题字,这是一个插入语结构。 就是我们往往认为,have a way of doing something,这是个固定的习语,咱们一会会说,就往往或者常常。 我们往往认为,这个风俗是行为,behavior,behavior是不可处名词的行为。 什么行为呢?后制定语,at is most commonplace,这是涉及到我们原来在前面讲过的一个知识,就是讲衰老的过程。 这个三十七课里面,就是at once most,什么什么,或者at once,后面在行词最高级,就处于某人某屋最最什么什么的状态。 就风俗是最最平凡的状态的一个行为罢了,是这么的,修饰行为这个词。 那整个句子呢,我们就好翻译了,对吧? 他说,我们一般呢,第一句话说了嘛,我们认为风俗并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课题。 我们认为什么重要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大脑的内部的运作方式,才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咱们去研究的这么一个话题。 而风俗呢,我们往往认为,只不过是最最平凡状态的这个行为罢了。 我们认为风俗无关其要,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这个句子很多地方值得钻研,我们先看这个,the workings of something, the workings of something是个固定的习语,这种习语特别重要,习语不认识根本就没法错阅读了,习语不认识也很难写出地道文章。 这习语就像在中文中成语这么重要,老外不懂成语,看文章就特别费劲。 你看,表现什么意思呢? the way that an organization, machine or organism operates,就是这个方式,什么方式呢? 一个组织机构,一台机器或者一个有机体它运作的方式。 所以怎么叫工作方式,运作方式,运转的方式,指一个机构,一台机器或者有机体, 本分之大脑也是有机体嘛,它的运作方式,工作方式,运转方式。 你比如说,the workings of government,政府的运作方式,政府的工作方式,运转的方式。 可以用它,这是workings。 再比如说,the workings of a car engine,一个汽车马达的工作方式,运转的方式。 这是表示固定达配的workings of something。 本分之中是我们自己大脑的运作方式。 好,下面就看看这个兵于前置。 我们看本分之中。 the inner workings of our brains,明显是做we feel的兵于,要不然的话,在其他情况下是句子没法解释,句子就错了。 正常语句,再来一遍,应该是we feel,兵于,the inner workings of our brains,然后兵于不足于,这怎么样呢?to be uniquely worthy of investigation,这是兵于前置。 老师刚才说了,兵于前置,一般来说目的,是为了突出前面的兵于,因为先入为主,放在巨手的位置比较重要。 absolutely loathes,我们说这个loathes,这个loathes是表示这个厌恶,他绝对厌恶吸烟。 这之正常语句是he absolutely loathes smoking,但这个smoking为了突出它,记忆不放到smoking,he absolutely loathes,他绝对是非常厌恶吸烟的,是这么来说,这是并于前置。 再比如说,that John is a thief, I can't believe,我说约翰是个贼,我猜不信的。 明显这个that应该是个兵于兵于,要没法解释的,他应该是做believe的兵于,但放在巨手是为了强调,约翰是贼,我猜不信的,约翰是贼,突出了这个。 再比如说,the president praised the loyalists,but the rebels,he declared traitors。 那么总统表扬了那些忠诚的人,而那些叛军呢,他声称他们是叛徒,叛军,叛党,叫rebel,经常复述,the rebels,注意这个动词,反叛都能rebell,等名词都能rebel。 那么正常语句明显一个是,he declared the rebels traitors,他声称那些叛军是叛徒,背叛祖国的人。 这个又是把宾语前置,这treator跟本文中那个home to be类似,它是宾语补足语嘛,宾语前置,被它突出这个宾语的作用。 这个宾语前置在其他语言中也是屡前不先的,作用也是类似,人的思维方式类似的,你看中文中就到处都宾语前置。 不换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不换人之,不己之,我们看到这个己在这儿,应该是宾语前置。 应该正常语句是,不换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但不换人之,不己之,把这个己放到前面去了。 一方面突出这个己,另一方面也是音韵和谐,中文中文凭上去入这四个音,不换人之,不己之,不换人之,不知己,读起它舒服点,但意思是一样的。 硕属硕属,无时我属,三岁贯辱,莫我肯顾,莫我肯顾,在这也是为了押韵,那么音韵和谐,其实应该是莫肯顾我,我应该是顾的宾语,但莫我肯顾,这我是宾语前置的,对吧? 这个顾跟前面这个乳跟鼠,这是押韵的,这么一个,再比如说,以为斯人,无随语归,就相当于无语随归,但无随语归,这宾语也是前置,在中文中也常常出现,咱们中国人好理解,这是宾语前置。 还有一种,咱们看到是宾语后置,就是把这个宾语放到了这个状语,或者是这个宾语补足语的后面去,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呢,是因为宾语太长,而后面的宾语补足语,或者后面的状语呢,相对比较短,为了避免同种较轻,往往把宾语,跟前面的起乌动词,或者戒词离开一段,这么距离,中间放上补足语,或者是状语, 咱们再看一看一些例子,比如说,先看一个正常语气的句子,He has proved them wrong,他已经证明他们错了,proved them是宾语,wrong是宾语无足语,你看下面这个句子,宾语就后置了,He has proved wrong the forecasts made by the country's leading economic experts, 他证明这是错的,什么是错的呢,就是那些预测,那些预报,哪些预测呢,就是这个国家首屈一指的最棒的那些经济学专家所做的预测,这预报,他证明他是错的,后面这个画下画线的部分,这一大堆,其实就相当于上一句话里,这个vm,而wrong呢,明显是宾语不足语,但在这儿宾语后置,是因为宾语太长了,这是这么一个目的,咱们再回顾一下几个句子,比如说看第十八课中的句子,在咱们一百零四页的第六行, 一百零四页的第六行,看这句话,In 1928,some purposes were photographed working like beavers to push ashore a waterlogged mattress, 你注意,1928年,有些海豚被拍照,像海里鼠一样工作,怎么样呢,把一个泡满了水的陈牌推到了岸上,这个matrix不是床垫,是保护堤坝的这个陈牌,我们在史瓦克讲过,push语应该是a waterlogged mattress, assure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状语,就道岸上,但是状语太短,宾语相对要长得多,宾语后置,我们再看更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咱们回顾一下第十三课里面,就是76页的第五行中间到第七行,76页的第五行中间到第七行,就探圈石油这棵树,这个就更明显了,对吧,你看啊, It has to be tall because it is like a giant block and tackle,and we have to lower into the ground and haul out of the ground great lanes of drill pipe, which are rotated by engine at the top,and are fitted with a cutting bit at the bottom, 它说这个钻井的平台必须得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它像一个巨大的滑车组,block and tackle, 那并且我们必须怎么样呢,把这些很长的一截的钻管,把它们伸入地下,再把它们一截一截拉出来, 钻管的顶部装有发动机带同的弦转,钻管底部装有切割钻头, 当时我们就讲过,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冰语后置, 它两个局部动作,lower和whole,它的冰语都是后面这个画带下号线的部分, 这冰语是一截一截的钻管,后面还挂了一个冰语从具,就位置引导到居末,来修持这钻管, 冰语太长了,而壮语呢,一个是into the ground,一个是out of the ground,相对短得多, 所以冰语后置了,一方面避免头重矫情,二来还有好处, 就是两个机物动作共用同一个冰语了,像提取供应试一样, 放在这个句子括号外面去了,咱们看的英语真是形和的, 就像数学公式一样,这个地方也是好句子,好, 再回到句种,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大脑内部的运作方式,看它的冰语不足语, to be uniquely worthy of investigation,才是怎么样呢, 唯一值得我们研究的这么一个课题,这个值得怎么样, worthy是形容词,它的搭配在三十课就讲过, be worthy of,后面加名词,没问题,或者是be worthy to do, 或者to be done,值得去做,这个两个都行, 这个本文中后面加的是of investigation,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后面加be worthy to do,是不是值得被调查, 这事是被调查的,是不是可以改成to be uniquely worthy to be investigated, 值得这个唯一值得被调查的,这个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值得我们讲过,还有借词worth,这是借词, 它的搭配是be worth加名词,或者be worth doing, 但是我们说过这个很特殊,这个doing是动名词做切词评语, 但是这个动名词在这个特殊搭配里面,它只用主动, 即便含义是被动,它们搭配也必须得用主动, 那本文中用的搭配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改成to be uniquely worth investigation, 直接加名词了,或者怎么样呢,to be uniquely worth investigating, 不能用being investigated,因为这个doing必须用主动, 就是即便意思被动,它用主动,这是三十颗的知识, 这里可以收复习, 好,再看后面句,but,但是custom,风俗呢, 这风俗还是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We have a way of thinking,插入语了,我们往往认为,注意, have a way of doing something, 相当于often or usually do something, 这叫做往往或者常常,注意哦,习语不能乱翻译, 习语尽量多得起,否则造成他们阅读的非常巨大障碍, 甚至写作中要写的地道总是觉得欠点火火, 往往或常常,Ruth has a way of ignoring me that drives me mad, 这Ruth这个人常常不理我,真是让我很生气, 把我气死了,看见我,当我没看见, 往往或常常表示一个习惯性的用, 习惯性的行为,往往,本分中我们往往认为, 怎么样呢,is behavior是这样的行为, 什么呢,最最平凡状态的行为罢了, 这个,先看中心词commonplace, 这个词其实不是生词, 在三册的第51课咱们就见过, 当然刚才那个,我们毛毛认为可以换成we usually think, 这个不说了,诶,这种含义是一样的, 那个commonplace呢,是三册51课讲过, 叫做司空见惯的,寻常的,不足为奇的, 我们再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commonplace, commonplace,叫做不足为奇的, 表着什么呢,happening or existing in many places, and therefore not special or unusual, 就是在很多地方发生或者都存在, 因此就不特殊,也不觉得有些与众不同了, 就司空见惯的,寻常的,不足为奇的, 这么一个含义叫commonplace, 复习三册的第51课, 51课三册, all these computer uses have become commonplace, 所有这些计算机的应用, 现在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 在当初觉得很新奇, 现在不新鲜了吧, 就寻常的司空见惯,commonplace, common是常见,place是地方, 很多地方都常见, 所以司空见惯嘛, 对吧,特别好记, 然后本文中那个, at is most commonplace, 又是咱们四色37课建物的搭配, 你看都是讲过的, 就在at once后面加起用词最高级, 就处于某人某物, 最什么什么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行为最平凡状态的行为罢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复习吧, 看看几个例子, at age of 12 years, the human body is at its most vigorous, 就是咱们在三册37课曾经见过的句子, 在12岁的时候, 人体处在最为精力充沛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人体这个精神状态, 是最为精力充沛的, 再比如说, the garden is at its most beautiful in June, 这个花园子在六月里的时候最漂亮, 百花盛开, 而处于最美丽的这个状态, 再比如说咱们见过的, Ceasar went at his most powerful when he conquered gold, 当他征服高路之后, 凯撒处在他权力的鼎盛时期, 这个状态, 所以处于什么什么最为什么什么的状态, 整个就都分析清了, 我们把本法句法和词法分析清, 逻辑搞清楚目的, 还是要精准的理解作者的意图, 那么考试中阅读理解部分, 考的不就是这么一个能力吗, 整个句子好翻译了, 他说我们觉得我们大脑, 我们自己的大脑的内部的运作方式, 是独一无二的, 值得我们去调查研究的这么一个课题, 而风俗我们往往认为, 只不过是最为平凡的行为罢了, 这个句子整个人看懂了, 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作者说这个看法其实错了, 咱们看第三句, 作者说,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作者说事实上恰恰正好相反, As a matter of fact, 新干点二次就讲过, 事实上相当于in fact, 事实上怎么样呢, It is后面固定习语, the other way around, 叫相反正相反, 作者的风俗是最值得咱们去研究的, 而大脑的内部运作方式是不足为奇的, 作者认为事实上正相反, 这个里边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面这个the other way around, 这个固定搭配, 后面round和around都行, 这个在美国一般多用around, 在英国用around更常见一些, 两个都可以,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英式美式不同的搭配罢了, 叫正相反, 截然相反, 看例子, I thought he was the boss, and she was his secretary, but in fact, it was the other way around, I thought, 我原以为了, 一般过去就是, 我原以为他是老板, 而这个女的是他的秘书, 结果事实上恰恰相反, 就是这女的是老板, 这男的是他的秘书, 是这么一个, 恰恰相反, 跟他类似的有好多, 三侧第十二颗见过一个, the opposite, 也是恰恰相反, 这个写作中可以替换, 比如说, the other side of the picture is quite the opposite, 我们在三侧十二颗见过, 他说这幅图景的另外一面, 却是截然相反的, 就是荒岛生活的想象, 这块就完全彻底, 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可以替换的, 咱们中学一个语课就讲过, the country, 也表示正相反, 完全相反, 你比如说, I was worried that it might be too difficult for me, but I found the country, 我原来担心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太难了, 但我发现恰恰相反, 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相反, the country也可以表达, 还有题换, 我们还可以用更加正式地表达, the reverse, 这个表达更为正式一些, 意思类似, 也是正相反, 截然相反, 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the reverse, 字母V出现还是上牙出下唇, v这个声音, the reverse, 比方说, the teacher say, my son is slow, but I believe the reverse, 那些老师们说, 我的儿子有点慢, 就迟钝, 但是我认为正相反, 我的孩子大智若鱼, 他们的是大鱼若智, 我的孩子看着啥, 其实特别聪明, 聪明着呢, 正相反, 还有一个叫做the antithesis, 这也有类似的含义, 也是正相反, 注意啊, antithesis, 中间t h有个吐舌的这个声音, 我们再读一遍, the antithesis, the antithesis, 再来一遍, the antithesis, 不好读, 正相反, 我们看例子呗, she is slim and shy, the very antithesis of her sister, 他说这个女孩子怎么呢, 又苗条, 又害羞啊, 正好跟她的姐姐或她的妹妹呢, 恰恰相反, very, 表示加强一句, 恰恰相反, 正相反, 这女孩子鲜鲜细细的苗条, 哎呀, 不好意思, 不一样说了, 凡事都特别害羞, 结果她的姐姐或妹妹呢, 特别壮, 整个的无的三粗的, 往着一站, 一大光芒子, 对吧, 一巴人宽护蕊毛, 胸前纹着两头带鱼, 揉四个铁球, 拉两头狗往着一站, 你看, 这跟她姐, 当然这像哥哥了, 总而言之, 正相反, 两个人正好两个极端, 总之这个正相反, 几个搭配可以记录, 好, 这句话看在这, 这个, 她说正相反, 怎么个相反反呢, 第四句, 作者来描述, 咱们看, 她给咱们讲道理, Traditional custom, Traditional custom, taken the world over, is a mess of detailed behavior, more astonishing than what any one person ever evolved in individual actions, no matter how aberrant, 那么这个, traditional custom的句子主语了, 叫传统风俗, 这还当不可说明, 斯带用, 然后, taken the world over, 在世界各地被采纳的传统风俗, 这个, the world over, 是固定搭配, 就在世界各地, taken, 是过去分词, 它是跟custom搭配, take, 做动词可不可以采用或采纳的意思, 在世界各地被采用的或采纳的传统风俗, 怎么样呢, 然后, it's a mess of detailed behavior, 这不是主细表结构吗, 是, 这个大量的细节化的行为, a mess of, 类似于a lot of, 大量的好多的, 修饰可数不可数都行, behavior不可数可以用它修饰, 什么呢, 然后从more astonishing开始到句末, 这个带下滑线的邪提词, 都是一块做这个后置定语修饰 behavior, 都是更加的令人吃惊, astounishing就令人大吃一惊的, 比什么呢, then到句末比较壮语, 比什么呢, then, 后面, would anyone person ever evolve in individual actions, 这个可以看作then的币域从举, then可以看作借词, 币域从举是, 任何一个人在个人行为中所发展出来的那个行为, 都更加令人的惊讶, 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个人行为有多么的怪异怪淡, abaran也能读着abaran怪异的, 古怪的, 类似于那么更熟悉的abnormal, 这个整个句都好好理解了, 他说, 在世界各地被采用的或者采纳的传统风俗, 是大量的细节化的行为, 它比任何一个人在个人行动中所演变或者进化来的, 或者是发展来的这个行为都更令人惊讶, 无论这个个人行为有多么的怪异, 这个能明白吧, 就是这个传统风俗先下定义, 就这个大量的细节化的行为, 它有世界各地的风俗文化差别特别大, 这个你要觉得旁边有个怪人, 所以这个张三, 哎呀, 这人好怪呀, 这是个怪胎, 你要到非洲的某部落里面去, 看当地风俗, 哇你吓死了, 他比这个怪人还要怪, 是风俗千变万化, 是这么一个大致的含义, 先讲清这么一个道理, 这句话看懂, 当然得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ticken, 是后制定语, 它来自take, 就是采用采纳, the world over, 咱们讲过, 固定搭配叫世界各地, 这个搭配咱们三册就讲, 好几个搭配可以跟它替换, 比如说, all of the world, 在世界各地, 可以做壮语, 还有throughout the world, 一样, 或者说around the world, 也是在世界各地, 但注意, the world over, 是唯一的一个在前面没有戒指的, 但搭配用法是一样的, 迈克尔杰克逊, 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 Michael Jackson was popular the world over, or was popular out of the world, throughout the world, or around the world, 这种一般过去时, 因为迈克尔杰克逊已经做鼓了, 死了, 我们把这几个搭配跟老师读一遍吧, 注意连读, read, ask me, the world over, 注意不要读, the word, the word是单词了, the world, 还有个l, 但英语发音翻成up, 那个字母而不勾手的, 都能weld, weld, weld, 但每次有个勾手的, 变成weld, weld, 不要读ward, 我们再来读, the world over, all over the world, 注意all over连读, all over the world, thorround the world, around the world, 不要读adround, 老师说了, 这字母而勾手头都能are, r, r, 再来读, around the world, 在世界各地, 在世界各地被采取的传统风俗怎么样, 是大量的细节化的行为, 这是十六课知识复习, a massive, 有的时候也用masses of, 特别像, 咱们这个a lot of和lots of, 就大量的, 很多的, 而且呢, 这个后面修饰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都行, a lot of和lots of, 就可以修饰可数, 或者不可数嘛, a lot of water, 不可数, a lot of people, 都算对, 这个咱们回顾一下, 在十六课讲过的这个句子, 就是92页的第九行到第十行, 92页第九行到第十行, 十六课当代城市, this caused the construction of gigantic buildings, where two large masses of human beings are crowded together, 他说这导致了, 我们建造起了那些巨大的建筑物, 怎么样呢, 在建筑物里边大量的人都挤到一块, masses of, 就是大量的, 这就是people, human beings, 可数名词吧, 百分之behave不可数, 都算对, 好, 后面再看到聚众, 他说more astonishing than one, what any one person ever evolve in individual actions, 注意这个evolve, 在本文中, 他表示是演变, 就是to develop and change gradually, 慢慢的发展, 慢慢的改变, 就是演变, 逐渐的慢慢的在发展进步, 在变化, 叫演变, 那么它借此搭配呢, 可以有两个, 一个跟from, 一个跟into, 就跟我们的发展developed搭配类似, 咱们在上级课刚刚讲过, developed from, 有什么发展来的, developed into发展成了什么, 这有什么演变来的, 演变成了什么, 也是一样, 你比如说, popular music evolved from folk songs, 流行乐, 是从民间歌曲中演变来的, 什么来说, 演变成了什么呢, 我们加into, 你讲, the group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political party, 这样一个团体, 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正当, 所以由什么演变来, 演变成了什么, evolve, 分别借此变化就好了, 这个当然, evolve本身也可以表示进化, 生物, 植物, 动物的进化, 也用evolve, 都是一个词, 比方说, animals have evolved camouflage,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predators, 这时候表示进化, 可以当集物动词来用了, 就后面加评语了, 进化来了什么, camouflage, 表示模拟态, 拟态, 或者保护色, 就是动物进化出了这个拟态, 保护色, 来保护自己, 来对抗这个捕食者, 这个evolve, 演变, 进化, 名词当然是evolution, 演变或者是进化都用它, 也可以读成evolution, evolution, 都行, 但动词不要读evolve, 都是evolve, 名词evolution, evolution都算对, 达尔文的计划论,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这就好了, 这是本文中, 这个evolve是演变, 在个人行为中, in individual action, 演变出来的, 另外这个vove, 咱们复习, 这是个字根, 这vove的字根本人本是转的意思, 当然这个字母V出现, 上压出下唇, 你听, vove, 转了一圈, 这本身就是转的意思, 你看这几个转, evolve字母e, 我们知道可以表示向外, 向那else, 往外边转, 从中心点往外边转, 越转越大, 是不是演变, 进化, 越转越大, 越来越复杂, 中心点, 草丽虫,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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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变成连龙了, 对吧, 这越变越复杂了, 这不演变吗, 进化, 那么evolve是涉及到, 或者卷入, 或者是包含, 你看这是卷到里边来了, 往里进来吧, 卷进来了, 涉及牵连卷入, 而revolve, re可以表示again, 一遍一遍地转, 转转转转转, 这就旋转的意思, 叫revolve, 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 the earth revolves around the sun, 地球绕着太阳在转, 所以这个evolve表示演变, 从中心往外转, 越来越大, 这就好理解了, 而无论个人行为有多么的令人惊讶, 很古怪, no matter how, aberrant, 这个 aberrant表示abnormal, 表示反常的, 异常的, 就类似于咱们四六级可能就背过这个词叫abnormal, 这个在单词书可能第一个第二句, ab开头嘛, 就好记, 我们再读一下, 注意两个发音重音在前在中间都行, 分辨来遍, aberrant, 好, 或者这么读, aberrant, aberrant, aberrant都行, 就异常的, 异常的, 比如说, taking drugs may result in aberrant behavior, taking drugs这边是吸毒了, 吸毒可能会导致异常的行为, 行为反常, 为什么, 这人吸毒了, 出大烟了, 这个可以这么说, 好, 作者说, 这个风俗变化多端, 但是作者说这个是风俗, 只不说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 很多人不知道风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咱们看第五, 作者对它上面的这个东西做了个评价, 作者说这个风俗变化多端, 然而, yet, 然而, that is a rather trivial aspect of the matter, yet是负词多壮语, 然而, 转折关系是负词, 这是那, 就是上一句话说的情况, 对吧, 大量吸毒化行为, 这个变化很多, 只不过是这件事, matter, 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 aspect是方面, trivial, 就是微不足道的, 相对于not serious, important, or valuable, 不严肃的, 不重要的, 应该说, 并不重大的, 或者是价值不高的, 微不足道的, 那trivial, 你听口型就很小, 我们跟老师再读一遍, trivial, trivial, 微不足道的, 不值一提的, 那我们看一些例子, a trivial detail, 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a trivial matter, 一件小事, a trivial problem, 小问题了, 不重要了, 没关系了, 再比如说, I know it sounds trivial, but I'm worried about it, 我知道这个事听起来不重要, 但是我对它还是很担心, 在这, trivial, 微不足道的, 那么作者说, 这个风俗, 这一点, 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 那什么是重要方面呢, 第六句, 是不是重点句, 咱们来看一下, 他说了, 他说, the fact of first rate importance, is the predominant role, that custom plays, in experience, and in belief, and the great varieties, it may manifest, 这个作者说重要的是什么呢, the fact, 是句的主语, 事实, of first rate importance, 后制定语, 头等重要的事实是, of importance, 类似于刚才看的, of moment, 对吧, first rate限定词, 先限定词, 头等的吧, 头等重要的事实, 是什么呢, is the predominant role, 是两个, 第一个, 是这个显著的作用, 这个role是角色, 派生意识作用, 咱们讲过, 它的搭配一般是play, 什么什么role in, 在某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所以你看这个, 后面黄颜色, that开始到believe结束, 定语从句嘛, 修饰这个predominant role, 关于that's that, 修饰前面那个role, 它在定语从句里面, 当作play的宾语, play a role in, 在某方面发挥作用嘛, 就是风俗, 在什么呢, 在人们的经验, 和人们的信仰方面, 所发挥的显著作用, 这是头等重要的事实, 还有什么呢, and引出并列了, 并列的后面这个, the very great varieties, 明显是跟前面, the predominant role并列的, 事实是什么, 第一个是这个显著作用, 第二个呢, 是这个非常多的, 变化多多的种类, 然后定语从句, it may manifest, 就它表现出来的非常非常多的庞杂的种类, variety表示不同的类别种类, variety多一词, 它既可以表示变化, 这个多样性, 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但也可以当可数名词叫种类, 本分钟明显是可数的种类, 这个it指什么呢, 当然是指前面的风俗嘛, custom嘛, 风俗可能会manifest, 当急动词表现出来, 这个在22课知识和进步生死中, 咱们讲过这个搭配, 这是什么叫做关系, that's which, which manifest, 关系代词which做manifest, 宾语这被省略了, 好, 咱们再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这个首先第一个of什么什么importance,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表示什么什么重要的, 这个到未来的46课还会碰到, 咱们先看看46课的句子吧, 跟它类似, 就是46课秋节爵士的文章, 268页的第7行到第8行, 268页第7到第8行, 他说, 看这个, The cultivation of a hobby and new forms of interest is therefore a policy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to a public man, the first import跟first rate importance类似, 他说一个爱好和新类型的新形式的兴趣的培养, 因此对一个从事社会工作的人来说, 是一个头动重要的一个策略, policy可以表示策略, 不一定是政策, 这个of the first importance, 跟本文中这个of first rate importance, 异曲同工, 意思一样, 至关重要的, 但是of importance, 不同的变化搭配, 咱们的46课会看得更详细, 那么他说通常的事是什么, 第一个是这个显著的predominant, 咱们生死中讲了不说了, 显著的最重要的, 这个作用什么呢, 风俗在人们的经验和信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这里面来自于我们讲过的搭配, play什么什么, roll或者part in, 在某方面, 本意是扮演一个角色在某个电影中, 或者戏剧中, 拍声音就发挥作用, 这个roll和part同一词都是角色会的作用, 并且还有什么呢, the very great variety is, 丰富多彩的种类, 非常大量的种类, 这个variety注意, 它含义不同, 可数不可数会变化, 本文中表示种类, 表示这个意思, 是countable, 所以表示可数名词, 可数名词, 我们复习复习, 17课就见过, 这个表示种类, 98页第四行末尾到第六行, 98页第四行末尾到第六行, 他说,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at, this particular variety of rabbit, and apparently no other animal, was susceptible to a fatal virus disease, myxomatosis, 科学家们发现, 这种类型的兔子, 特殊类型的兔子, variety兔子, 并且显然没有其他类型的动物, 对这种致命的病毒性的疾病, 易感, 就是多发性粘液流这个病, variety在这, 是一种类型的种类的兔子, 这是用的单数, 是可数名词, 我们再看在23课里面出现过的, 132页课文的第一句话, 132页课文的第一句话, 他说, no two sorts of bird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 the varieties are infinite, but two classes may be roughly seen, 还记得吧, 他说这个, 没有任何两种鸟的飞行方式是完全相同的, 飞行方式的种类是无穷尽的, 但是两个大的类别可以大致被看到, 就是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 variety在这是种类, 可数名词, 但是variety有第二个意思, 表示多样性, 这就不可数了, 千变万化, 这个状态会多样性, 这就不可数了, 我们再读一遍, variety, 但是表示多样性不可数, 三册的第41课就见过, 三册的第41课, there is so much variety, that you never have to make do with second best, 三册41课, 就是宁静天原生活的遐想, 三册, 他说有这么多的多样性, 如此多的千变化, 如此多的变化, 乃至于怎么样呢, 你永远不用拿二等品来凑合, make do with, 就用什么来凑合, 三册讲过, 这个variety注意用much, 来限定它, 不可数名词, 变化多样性, 还有我们在本书中第四册, 三十课也出现过, 在177第12行到第13行, 177第12行到第13行, 他说, Today, enough soundings are available to enable a relief map of the Atlantic to be drawn, and we know something of the great variety of the sea bass topography, 他说当今已经有足够多的海洋深度的数据, 可供我们绘制一张大象底的地形图, 并且我们对于海底地形的千变万化有了一些了解, 这个variety在这里是千变万化多样性, 不可数名词, 注意是不可数的, 还有一个习语三册讲过, 咱们顺便可以复习, 叫做a variety of something, 叫各种各样的不同的, a variety of, 这个也讲过, 咱们看三册的44个, 三册的44个, 先看下三册44个, by comparison, trips by sea offer a great variety of civilized comforts, 他说相比之下, 那么用海上的旅行, 给我们提供了文明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舒适享受, conference就是使你觉得很舒服的, 这种当代的设备设施, 各种各样的文明社会的舒适享受, 这是这个variety of, 好, 再回头句中, 句摸这个it may manifest, 就风俗可能表现出来的, 这复习了, 在22课, 就是知识和进步生词中, 咱们讲过形容词, manifest, 当时说过, 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使某个东西显露出来, 本分钟后面的省略宾语, 不就是前辈省的关系代词位置吗, 比如说, musical talent usually manifests itself in childhood, 音乐上的才华, 通常在童年时就能展示出来, 为什么音乐家都是在童年培养呢, 一方面他就用长期努力童子工管用, 另一方面, 这个才华童年是可以辨识的, 这个小孩有哲学才华, 这童年展示相当困难了, 音乐才华可以, 小孩听歌食谱, 弹钢琴一看手指长乐感好, 小孩一出生, 啊啊啊啊啊啊, 这一哭墙皮都掉了, 对不对, 妈妈一个喝, 那以后唱南高音起来, 音乐才好, 童年可以使自己展示出来, 那形容词呢, 就是明显的, 就是形容词明显的, 发音还是manifest, 动词发音还是manifest, 一样, 复习一杯, 我们看二十二课, 一百二十七页第一行到第二行, 一百二十七页第一行到第二行, surely because progress of a particular kind, is actually taking place around us, and i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nifest, 当然是因为, 一种特殊类型的这个进步, 正在我们周围发生, 并且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manifest, 第一段, 作者先指出了人们常见的一个谬误, 通常认为大脑内部的运作, 这个重要, 风俗, 很平凡的行为罢了, 不当会是, 作者风俗其实最重要, 而且指出为什么风俗重要, 它重要在哪些地方, 好, 第一段跟老师就看到这儿,